晓晓 你怎么来了 你知道啊 小杜医生跟高医生 联系不到你 让我来找你 我猜你可能会在这儿 你都知道了 事情很严重吗 那你在这儿干吗呢 为什么不将调查所解释清楚 为什么不去说服病人家属 为什么不去找证据 证明你是清白的 为什么不去反驳那些骂你的人 告诉他们是错的 我现在干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那你觉得做什么有意义 站在这儿有意义对吗 现在跟我走 解决问题 我想一个人禁一队 顾薇 你混蛋吧你 你是不是觉得 全世界以你中心在转啊 你遇到天下的事情 你可以躲起来 其他人呢 你让我们为你担心 为你着急 你躲在这儿想清钱是吗 想要自在是吗 我没有想清钱 我只想梳理一下 你梳理什么 你梳理什么 我告诉你 你就是自私 你懦弱 你在逃避 你不想面对这些挫折跟困难 凭什么面对人生 就不能有意外跟打击 就因为你是天才 因为你了不起 你遇到事情 你可以伤害别人吗 我没有这么想 也没有伤害任何人 你杀害到我了 算算 你别动我 这件事情 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跟我说过 直到现在 你都没有跟我说过 你也不打算跟我说 你让我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 你让我在老林面前打脸 你跟我玩莫名其妙的消失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是打算把事情解决之后 再跟你说 事情解决以后 如果事情没有解决清楚呢 你打算一直瞒着我 让我莫名其妙被冷落对吗 你要去新的公司 你就马上去德国 去德国是我们两个 一起商量来做决定的 你凭什么一个人替我做决定 对不起 我告诉你 郭伟 作为男朋友与失败透明 作为医生你可能还有救 你别忘记你跟我说道话 你为什么想当医生 我最瞧不起你这种经验放弃的人 你放开我 把事情解决 千万再来找我 救救 救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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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上上下下因为我焦头烂额 我只顾着我自己 没有考虑到你们 是我的错 我向你们道歉 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 顾伟 你想明白就好 我这次回来就是解决问题的 我会积极准备调查小组需要的资料 可能还需要你们的配合 这个你放心 交给我们就好了 我要撑我这事我脑里脑有病我都了 顾医生 顾医生 石油床腹腔大出血已经送手术室了 顾医生 小组顾医生 你终于回来了 怎么样 我太乐观了 顾医生 这就是我儿子 我这次一个孩子 我这次没一个孩子 顾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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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你们谁主要 要做手术准备了 顾医生 救救我儿子 顾医生 你听我说 因为患者第一次的手术不是我做的 我对他的情况不是那么了解现在 赵鱼 不行不行 患者现在生命非常危急 我知道你们现在非常不信任我 但是患者的生命才是第一位 第一道是我开的 他腹腔的情况只有我最清楚 我来做这个手术最合适 我以我的职业生涯做担保 我一定全力以赴 二位观众决定完 患者生命体重极不稳定 这时候咱们就别犹豫了 再犹豫了 你孩子命就没了 好 我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我 我儿子今天有什么不测 我跟你没完 谢谢 别喝叔叔 来 顾医生 救我儿子 拜托 我你们别人这 您您请 您您放心吧 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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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听我说 李先生 报告我家说 我去找医务处 给他开通手术全线 您听我说 您听我说 顾医生 是我面对非常优秀的外困扯 一定不会辜负您的 一定不会 您相信吗 拜托了 您是否会 您 您 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瞎要自在 是不是 我只想要梳理一下 你梳理什么 你梳理什么 相信我 别骗我 把你身情节的精神带来找我 说说非常成功 小心吧 病都没事了 你们给去看看 谢谢 相信 孩子 好好好 谢谢 应该的应该的 好 谢谢主任 喝杯茶吧 出口 院长 手术非常成功 不错 郭医生 我儿子要见你 郭医生 我儿子醒了 你先别着急说话 你的身体现在很虚弱 伤口也没有这么快的恢复 对了 这两天千万别让她下床走路 以免触碰她伤口 好 你现在情况还很危险 为了你的身体着想 以后在生活中 要比常人更加的注意 对了 她是不是有抽烟的习惯啊 是的 这个习惯以后必须要改掉 郭医生 你就想跟我们说这些 你好好休养 你们做家属的 就尽全力地照顾她 有什么问题 咱们以后再聊 如果她还觉得哪里不舒服 立刻通知护士 护士会找我 谢谢 郭医生 谢谢了 郭医生 你跟患者家属解释了吗 他们同意不告你了 对啊 郭医生 什么都没说 为什么呀 病人现在需要的是休息 我是医生 他是病人 我只对病人的身体负责 可是哥 你在网上被骂得那么惨 你为了她 甚至被医院停刀 这些你都不管了吗 也不是不管 法律上我没有错 手术程序上 我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 所以什么 你快说呀 所以我会积极准备 调查需要的资料 相信到时候 会给我一个公正的结果 你们还记不记得 当初我们为什么要做医生 是我想错了 我把别人对我的看法 看得太重了 都忘记了我们的初心 只是要救人吧 哥 你受了这么多委屈 还有很多的医生 经历着我们这样的情况 只是严重的程度 不一样而已 有个人跟我说过 他最瞧不起 心言放弃的人 所以我们就勇敢面对 尽自己所能吧 郭医生 你终于想通了 其实这些话 我们大家很早就想跟你说了 但是吧 大概是被骂醒了吧 这段事 是 晓晓 我有话 医院的事情处理好了吗 你放心 我已经见过患者家属了 对不起啊 你别生气了 吃晚饭了吗 要不一起吃晚饭吧 顾医生上次我觉得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说作为男朋友你非常的失败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那么聪明 应该知道吧 我 等一下 好 晓晓 晓晓 谢谢 郭医生 李阿姨 你能让我见一下笑笑吗 哦 她明天一早得去公司 该睡了 你也回去休息吧 李阿姨 就让我见一遍她吧 我有话要跟她说 她真的该睡了 对了 顾医生 嗯 是这样啊 我们家老林的病情你是最了解的 她现在呢 真的是不能生气 所以麻烦你最近能不能 不要来我们家了 打扰了李阿姨